第一个股推介是美团3690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热化组减选 原因是新经济股将会公布业绩成为市场焦点 其中美团在消费出行改善下 第四季经调整盈利将会重拾增长 2023至2024年盈利继续录得按年增长 中线是重点看好的大型新经济股 根据彭博综合算商预测 美团第二季经调整亏损录得23亿人民币 第三季按贵收窄到18亿 第四季会纽规录得6亿盈利 全年计2022年经调整亏损预料80亿 2023年会转规录得91亿盈利 2024年盈利进一步增加到241亿 瑞信说美团由疫情影响足底回升 公司在内地服务领域渗透率相对较低 具竞争力和强劲的执行力 继续看好美团 去到2025年底每股估值有望达到300港元 走势方面 美团由6月至今呈现区间上落 港股后市不凌朗因素多 美团短期预料维持区间上落 策略上 有货的话可以区间顶部大约210元为目标 未有持货的话建议等候180元楼下收集 列穿上个星期低位亦都是区间底部大约175元 就可以止蚀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